工厂人员忙进忙出 制作食物出发载货 保龄茶室的果条 就是出自这家食品工厂 原本新北市卫生局 27号才说工厂可以继续作业 进货果条给保龄茶室的 这一间上游厂商 被新北市卫生局下令 暂停制作果条 不过像是米粉和米苔木等商品 是可以继续制作的 没想到卫生局和金发局 28号中午二度机查 发现工厂的作业范围 和动力设备数与登记资料 有所出入 加上工作环境不符规定 转而要求工厂全面暂停作业 并且停止贩售 而这家上游厂商 已经将果条贩售给三家中盘商 再转售四家餐饮业者 其中就包含保龄原摆 A13店和饶和店 有少量的果条卖给十家零售商 不过目前只有保龄茶室 A13店出现状况 不好意思 这个私人土地老板有交代 进货时间点和相关细节 食品工厂都没有正面回应 至于询问 有进货果条的下游摊商 摊商表示 已经将果条商品 全部下架不贩售 台北市卫生局 28号公布 跟保龄同供应商 下游的果条中盘商 是位在南港的 宏旗食品行 供应商被时间小吃店 目前都暂停供货 虽然食品工厂的果条 茶宴旭花七到十四天 但双北市卫生局向上溯源 向下追踪 阻绝民众并从口入 华视新闻 周克报道 好 如今餐厅的负责人 李仿轩 他在今天首度露面 就在下午五点多 他是在律师的陪同之下 现身在台北市政府的法务局 要来说明整个事件的过程 被问到责任归属 还有他投保的争议 李仿轩全程低调 一句话都没有说 现在是由律师代为发言 他们也强调 一切都会配合调查 但现在可以确定的是 这个负责承办的台北地检署 已经对李仿轩 还有王姓店长 以及胡姓厨师 限制出境出海 在律师的陪同下面 对记者追问李仿轩 戴着黑色口罩总算出现了 现在受害者这么多 有没有什么话要来讲 他就是保龄茶室的负责人 实案风暴后 首度出面 现身台北市府法务局 要来厘清真相 赔偿方案会有问题吗 听到记者提问 却什么话都不说 不过李仿轩一度传出 没有要现身 甚至邀他来法务局 还说出正话 如果五点没有现身 就中罚总算盼到他来 现在受害者这么多 有没有什么话要来讲 后下午五点前来的人 还有保龄茶室设柜的远东百货 美食广场大时代代代表 以及城堡的国泰产险 相关单位人员通通到齐 过去镜头前才大方秀厨艺 料理过程全程亲力亲为 只是如今涉入食安中毒风波 是否勒令保龄相关产业 都停止营业 其中马来西亚风味蔬食酒馆 二十七日晚间七点多 实际前往也发现餐厅暂停营业 不过北市卫生局经过经查发现 保龄没有如实登入食品药物平台 已经违法食安法将研讨依据食安法 采取额度最高三百万元 如今检调也大动作侦办 二十八号将针对两名死者解剖 现在包括餐厅监视器厨师双手 还有刀具砧板 通通已经采集检体送宴 三个地检署动起来 北建朝食安法千分他字案 侦办中两名死者交由新北与士林地检 目前是非病死相字案 如果确定是食物中毒 面临最重无期徒刑并列一颗罚金两亿元 治人重伤部分刑度是两年以上 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最重罚一亿五千万元 如果原认定过失是两年以下徒刑拘役 或罚六百万元 赔偿方案会有问题吗 李仿宣这回现身北市府什么话都不说 但确定的是负责承办的台北地检署 已经对李仿宣王姓店长胡姓厨师 限制出京出海 华视新闻综合报道 嗨 大家好 我是盈彤 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